有很多网友问我 学妹在你们越南那边 是不是消费很低 数据打工是不是工资很高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今天学妹就告诉大家 首先呢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存款 或者税后的收入 你想来越南找工作 那我觉得你千万不要来 现在如果你在中国这边 每个月靠两三间公司的收入 养活自己 那么如果你想来越南找工作的话 那还不如留在中国 这样的话 比来越南好 因为在越南工资有点低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一个月呢 可能就两三件人民币左右吧 如果你想来越南 找一份收入高的工作呢 除非呢 你都精通的三国语言 就是英语 越南语 还有中文 另外呢 还有你自己的意气自长 那么你在越南 可以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条件的话 那你可能在越南 也没办法找到一份收入高 然后比较稳定的工作 第二呢 在我们越南那边停留成本也很高 如果你想长期留在越南那边生活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有一个正规的工作见证 而你每年要办的那个工作见证的费用 现在差不多都要两万五千人民币左右 还有每个月的房费 哪怕你就住了一个小公寓 那在越南的大城市呢 也需要三千人民币左右 在越南呢 水电费也是你自己交的 在我们越南那边呢 电费有点贵 第三呢 还有几个开销呢 不能不提到 之后呢 就像中国这边一样 便宜的菜也有 贵的菜也有 但是呢 要提到就是租行的 就是在越南那边如果你打色的话 比国内这边 上海北京还要贵 如果你要住去玩的话 你打色住去 那两三百的路费 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在我们越南那边呢 一般是每个人会给自己买一辆摩托车 条件好一点的话 就买一辆继色 在越南呢 买一辆摩托车比中国这边 贵了30%左右 尽管如果你在越南想买一个 二手的摩托车 或者二手的计色 那也是便宜不了多少钱 还有越南那边的公路呢 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你买二手的或者新色也好 过一段时间呢 要保养 要修色等等 反正呢 哪里都是开销的 所以呢 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作诀 就是在我们越南那边 捡好证 然后开销便宜 那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 是个土豪 你可以在越南买一个小别墅 每年呢 可以去越南度个家呀 玩一玩呀 越南有几个旅游城市呢 环境还是挺好的 比如说香港啊 牙庄啊 古知名啊 有几个城市呢 一年设计没有冬天 几乎都是夏天 但是如果你有想法来越南找工作的话 那就千万不要来了 你如果来越南找工作的话 你肯定会后悔的 听完了以后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大家如果喜欢全面的视频 可以给我留下个关注吗 谢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呢 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辛苦你们了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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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